吉祥的突然凌湿 对我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 虽然我与她相识不久 可在这尔虞我诈的宫廷 吉祥对于我来说 是一种特殊而温暖的存在 所以我一定会替她找出凶手 而那个人一定是偷口去雨丝的玲珑 于是我开始不久 我故意在绣宫上展现自己的才华 让玲珑心生极度 那天张妈妈要选一位绣女 为皇上绣制一套长服 玲珑一直毛髓自剑 我自是不会由她所愿 我当即提出要与她进行三日比试 玲珑在我的刺激下 答应了这场比试 可她却不知道 这将是她自觉坟墓的开始 从比赛的那天 我便没日没夜地泡在绣宝 而玲珑显然也被我的拼命所下落 可是她太像婴 在娇长服的头天晚上 玲珑偷偷将我绣的长服挑包 让张妈妈送去了养心殿 我假装生气地去质问她 可她不仅不承认 还当众发起了毒誓 可当皇上穿长服时 被遗落在长服上的针刺上 而玲珑便是那罪魁祸首 她试图将责任推卸给我 可那天她发的毒誓 整个绣坊的人都听到了 她现在是百口落变 最终玲珑被皇上下令仗责八十 流放宁古堂 永世不得悔惊 那一刻 我心中的遗憾与愤怒 终于得到了一丝慰藉 做完这一切后 我才放下所有的遗憾 准备前往长春宫 因为只有那个地方 才是我最能激进复衡的存在 可自从我踏入长春宫的那一刻起 玲珑便处处给我使绊子 她看见我与复衡在一起 以为我要勾引复衡 并故意分给我干最脏最累的活 可她还是不依不恼 与次的挑衅于我 其他的宫女也是对我避之不及 在这寂静的深夜里 唯一可以慰藉我的 只有姐姐的骨灰 但无论前路多么坎坷 我都不能放弃自己的初衷与信念 和天使我执勤长春宫的日子 我好心地提醒玲玉 今夜会有暴风雨 可玲玉不仅不相信 还将我赶了出去 在皇后面前告了我一桩 还缩使皇后将我赶出长春宫 可到了晚上 天空就下起了倾盆大雨 幸亏我提前做好了准备 才让皇后喜欢的这些 茉莉花幸免一难 而玲玉之前的谎言 也就不攻自破 从这件事以后 其他宫女对我的态度 也有了改变 可好景不长 高贵妃突然来到长春宫 一眼就看到正在做工的我 她二话不说 直接派人将我按在地上 做事要割掉我的手 多亏了皇后娘娘 及时出现 才将我救了下来 而高贵妃 却对我愈加的增横 那天皇后娘娘 派我去给余贵人送补品 可我刚踏进房门 就看见小太监在残害余贵人 我拿起花瓶 狠狠地砸在小太监头上 可当我刚准备出门求救 一面而来的 却是高贵妃 我只能再度返回 将房门紧紧地锁死 希望能够阻挡高贵妃片刻 可终究这房门 还是抵挡不住高贵妃的人 多势众 眼见房门即将被打开 我集中生智 将房间中的火盆打翻 制造了一场大火 幸亏赶来的是父皇 才将我和余贵人救了下来 可让我们没想到的是 小太监尽一口咬定 如今的所谓 全是皇后的指使 郑志还当场咬舌自尽 而高贵妃 更是一副 盛气凌人的样子 好在我从小太监身上 找到了破绽 才帮皇后洗脱了嫌疑 可是我知道 今后的路会更加地齐取